去去去 你能有个人的精神啊 不是 我不是瞧不起你 我是说呀 你给我当警卫员 那这是屈才了 不屈才 不屈才 一点都不屈才 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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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样吧 你就给我当警卫员 兼警卫连的连长 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 你可以不去啊 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行 那个时候 你就是我的警卫员 但是 一旦打仗的时候 需要你们警卫连 顶上去的时候 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 你打仗可收好材料 总待在我身边 那真是屈才了 这都小事 就这么定了 行吧 至于你吧 冯静萱 经过我再三的考虑 我决定 把五连交给你 你就是新的一任 五连的连长 我 好 我急替你当五连连长 怎么 没听清啊 不是 为什么是我呀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是咱五连排击指挥官里 资历最浅的一个 甚至有些老兵的资历都比我高 是 你是参加新思军的时间不长 但是论作战素质和指挥来说 很多老兵都不如你 这个呢 也是因为我在三考虑之后 才决定的 不是 不是 平时那么自信的一个人 怎么到这会儿这儿怂了 那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就给接了 要的就是你只有自信劲 不过啊 既然当了五连连长 那有些毛病我就得给你指出来 你这个脾气呀 你说你平时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吗 是 作为连长 有时候是需要严肃点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要跟战士们打成一片 把他们当作亲兄弟看待 你看我 学学我啊 你看我平时 就是 你知道你们排那个 你们排那几个人怎么称呼你吗 啥 在他背后给他起外号 叫冯炎王 谁在你上起的呀 我就说你平时笑一个有那么难吗 来来来 给大爷笑一个 笑一个 你看你看 这不就挺好的吗 对啊 挺好的 你怎么笑话看我 学着点啊 这不挺好的吗 我多练练 多练练 行不行 对啊 多练练 笑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小老笑 你怎么来了 对啊 你来干吗 你不好好在医院照顾你爸 你来这儿干啥 方姐姐要走了 走 去哪儿 去盐城 去盐城 去通讯班学习 我爹就申请了一个名额 方姐姐说她想去 我就把名额让给她了 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这 去 去学习是吗 学习也挺好的 挺好 挺好 多学点东西吧 以后既多也不压身 你以为她真的是去学习啊 她是为了夺你 五团长 夺我 夺我干什么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她那么喜欢你 你拒绝她 她当然躲着你啊 我告诉你啊 她这一走 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她了 团长 十三哥 一辈子就见不到了 我大姐她人多好啊 你怎么就看不上她呀 你怎么就看不上她 我跟你说 你现在还有机会 一旦错过 你想见她的机会就没了 去去去去 有你们什么事啊 赶紧开会 还开不开了 坐下 坐下 小老舅 你先回去 我们说到哪儿了 对了 我说一下后勤部啊 后勤 是 好 好 快 好 停 好 停 吵 你先走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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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休息一下 我去驿马啊 都找点休息一下 大马水上啊 好 您休息啊 来 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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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团长 这不是武团长 你怎么来 后宣部的方科长 和你们在一起吗 在啊 还人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方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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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啊 方碧夷 我知道 你躲着不见 我是因为什么 你有意思吗 方碧夷 你能不能出来 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跟你说几句话 方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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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驾 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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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五十三 你醒醒啊 五十三 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五十三 五十三 你可舍他出来了 放开 你别走 别走 你放手 我不放 我让你放手 听我说 我就说几句话 听完之后您要走的话 我绝不拦着你 好吗 先把手放开 说吧 我听着你 方碧亦 是 我之前拒绝了你 那是我不想面对我自己 我没想明白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 站在我面前的 是一个如此漂亮 如此善良 如此了不起的姑娘 我曾经以为我的心已经死了 除了打仗以外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你出现了 我突然觉得 我突然觉得我五十三的生活 好像变得 变得有意思了 丰富多彩了 好像 好像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了 方碧亦 正是因为有了你 我才发现我五十三的生命里 除了打仗以外 还有那么多 那么多值得我拥有 值得我爱的东西 方碧亦 这些都是你改变了我 是你融化了我 你知道吗 今天 当小辣椒跑来告诉我 你要离开的时候 我的天都要大了 我甚至不知道 我想到我生命中 如果没了你 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甚至比要了我的命还要难 方碧亦 我求你了 不要离开我 别走 行吗 我希望你留下来 留在我五十三的生命里 行吗 你让我留下来干吗 听听看你这张大臭脸 方碧亦 我喜欢你 我想娶你 你说什么 我喜欢你 我要娶你 你再说一遍 我要娶你 五十三 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等了你多久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我让你睡得很大 就拖了 你真是 Multi 帅 你怎么会没学过啊 你牵着我 你让我把尽快 我从来不知 你把尽快 尽快 我就去参加她的婚礼 把我房间里值钱的东西 全部给我拿上 还有 给我准备一百支枪 三千发子弹 算是我给方姑娘的彩礼 给方姑娘彩礼 方姑娘她救过我一命 她的彩礼也得有我一份啊 报告 进来 报告武团长 我们警署长 今晚在她的营房内 准备了一些韭菜 想请武团长赏光过去喝顿酒 好 知道了 请转告她 我晚上六点钟准时到 是 请武喝酒 团长 这景振龙请你喝酒 恐怕里边有什么猫腻吧 能有什么猫腻啊 就算是鸿门宴 咱们也不怕 别忘了 这是咱们的地盘上 这个人还是提防着点吧 小心使得万年传哪 要不然这样吧 我让几位连八个弟兄 在门口等着你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 让他们第一时间就冲进去 也好 凤姐姐 来 这是给你做的红花 来 好 怎么样 好看吗 真好看 虽然没有红盖头和礼服 但你依旧是最漂亮的新娘 其实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 哪怕什么都没有 我都高兴 你和武团长终于能走在一起了 真替你们高兴 裴丹 你看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真好看 你怎么了 大喜的日子你不高兴啊 没有 我就是有点想咱家三元了 我 我觉得要是三元在的话 她肯定特别高兴 都能想到三元 含含傻傻笑起来那个劲 是 黑大尔 黑大尔 放心 这两天 我和团长 就去坟头看看她 行 今天呢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请兄弟喝顿酒 其实 你我心里都清楚 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呢 闹得我们都不愉快 让手下的兄弟看了笑话 今天借这个机会 缓和缓和我们哥俩的关系 之前老哥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武团长 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靳处长 其实咱们两个 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只是在一些事情上 我们可能见解有些不一样 但说起来 都是为了咱们的党国大业 所以我也希望 咱们能够和和气气地共处 好 吴团长 就让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 随着这杯酒过去吧 来 来 别动 别动 都别动 你们干什么的 上 别动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再动 憋了你 放开我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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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走 走 都给我老实点 放开我 干什么你 这 快点 走 走 小军下来 人下来 抓下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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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其实呢 你我心里都清楚 我来这儿呢 只是个临时监军 早晚我得回去 这儿呢 早晚是你武团长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 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 更不想得罪人 只想好好混合我的资历 平平安安 没事就好 老哥呀 你要这么说 我就理解了 老弟呀 可可我也有难处啊 比如上级有命令押下来 我也不得不服从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旦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我也就只能什么也不管 什么也不顾了 靳处长 你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 好 武团长 这是上风最新的命令 还望老弟多多配合 没问题 什么 让我们突袭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 这是谁下的命令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来自徐州隋境公署 是军长签发的命令 你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 我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政见不同 但是之前我们还一起抗日 我们是友军哪 我们刚刚把这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现在让我们去攻打新四军 实处无名啊 实处无名 共产党新四军接二连三地在我们前面 抢夺投降日军的物资和地盘 上级决定 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打谁是由上级说了算 我们都是吃军粮的 没权利去问为什么打 你只要知道怎么打就行了 我知道 新四军那边 是你亲弟弟在当团长 如果严格追查下去 你武团长 可是有通共的嫌疑呀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如果给你安上一个通共的罪物 武团长 你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吧 你放屁 我武警自从加入队伍以来 一直对党国是忠心不二 是 我弟弟是共产党 但他是他我是我 我们俩根本就没关系 好 没关系最好 你现在亲自带领部队消灭苏中独立一团 不但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且是大功一见 到那个时候 我亲自到国防部为你请功 笑话 我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 金处长 我们刚刚打完仗 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 正是需要我们重建的时候 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 我们不能在窝里斗了 这样 如果尚风相信我 我可以代表咱们国民党 去跟新四军谈判 我相信这里面 肯定有天大的误会 报告 进来 是 笑什么 五千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服不服从命令 这样的命令 恕难服从 好 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 来人 老哥 这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以你通共 和违抗上级命令 两项罪名正式逮捕你 靖处长 撒爷也得挑地方 你别忘了 这可是我的地盘啊 来人 老景啊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把你给崩了 然后我跟上级报告说 你扰乱军心 攒动兵变 你觉得上级最后会相信谁啊 武镜 你想崩了我 你得看枪口对着谁 你们干什么 武团长 别以为在你的地盘上 我就不敢动你 我实话跟你说 你手底下所有跟你一条心的人 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 现在你的整个团 你还能命令得了谁呢 还在等什么 把他枪给我下了 带走 武团长 请吧 武团长 武团长 看看我身后这些人 是不是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姓景的 有本事你冲了一个人来 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 你把他们全放了 行行 行行 预备 描军 秦晨龙 你个王八蛋 他们都是抗日的英雄 我们在战场上运血分战的时候 你参加在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们 错 打死他们的不是我 是你 是你的遗孤险害死了他们 是你 王八蛋 你敢拿枪指着我的头 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 这笔杖 我会慢慢地跟你算 给我好好地招呼武团长 他 你为了 他 不是你 是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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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小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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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是 董事官 董事官 今天这个郑活人哪 本来是关震山要来 可是呢 他这个新上任的参谋长 要到严城去开一个重要会议 那这个郑活人 就只能我来当了 今天是五十三 和方碧仪同志大喜的日子 他们两个人呢 相识于战场之上 相知相恋于战火之中 今天这对有情人 终于结成了 革命抗力 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 白头偕劳 早生贵责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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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好了 好了 我宣布啊 下面我宣布 请上级批准 五十三方碧仪同志 结成夫妻 好 好 好 董礼仪式现在开始 走 向毛主席 朱总司令举功 向战友们举功 那边做 我宣布 大某 �し出手 你 老师再同志 若快点 谢谢师长 若快点 若快点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好了 大家尽情热闹 不许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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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 你上 多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不行 这有汤 不行 西朗汤 西朗汤 这个苹果是有寓意的 第一口 保佑咱团长在战场上 平平安安 第二口 保佑咱苏中独立一团 所有的战士 在战场上都平平安安 该不该有 让我们一起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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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你现在可不是团长 你现在是西朗汤 过不了我 来 来 来 继续继续 快快快 这点差不多行了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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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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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那边啊 来啊 来啊 哥几个 以后都叫嫂子 以后叫嫂子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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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几个 回客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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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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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长 小子 我爹外出开会 他特别遗憾 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不过他有礼物让我给你们 好 这么多年 他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是他最珍贵的两件了 你们别嫌少啊 太客气了 小老兄 你告诉参谋长 说谢谢他 哪天呀 我亲自带着我媳妇 好好去看他 好 来会儿更紧啊 这碗酒敬我们参谋长 等会儿 这酒啊得放在最后喝 你得先敬我一碗 我别要敬你啊 当时要不是我骑着马 把你拉到我们一线红 你能跟我大姐有今天 能有现在 你能认识我大姐 对吧 行 我敬你一碗 一碗可不够 现在得两碗 因为你们俩现在是俩人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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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给我带到我们家 喝两碗 我又不是不能喝 你瞅啥呢 我知道我能喝 但今儿不许喝 现在剩我媳妇了 以后这外边喝酒的事 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 跟你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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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喝啊 好 同志们 战友们 咱祝大嫂跟团长 百年好喝 遭生贵子 你就跟我闹吧 好 另外 让嫂子跟团长 共同努力啊 给咱们独立一团 生一个牌的孩子 等孩子长大啊 我给孩子当牌奖 好 好 与生中独立一团 别专家了 好 与生中独立一团 就凭回到这句话 老子不再喝粮碗 好 好 十三十三 薛夫官 你怎么才来呀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倒倒倒倒倒倒了 给薛官倒了 十三十三 赶紧跟我去救你哥 晚了 你个命都保不住了 好 怎么了 金正龙让你哥攻打你们团 他没听 然后他就把你哥给扣起来了 准备军阀处置呢 什么 快点吧 还看什么看啊 赶紧去啊 那是咱哥 黑蛋 快去 跟我走 走 等会儿 媳妇 你等着我啊 我把咱哥带过来 喝咱的喜酒 快去 杨青库 干什么的 看清楚了 是我 薛夫官 我知道是你 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是苏中独立一团团长五十三 你们团长五敬是我亲哥 其二个 我带人俩是救我哥的 兄弟们 我问你们 你们团长平时代你们咋样 是不是个个都代你们跟齐兄弟一样 是吗 咱们拍梁戏说话 五团长平时对你们咋样 是不是把你们都当亲兄弟一样 说得是 是 把枪放下 兄弟们 现在是井阵龙那个王八蛋 抓了你们团长 还要杀了你们团长 你们就这么站在这儿 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团长被杀吗 我们就是一帮站岗放哨的 也不敢去救团长啊 这也做不了什么呀 你们放心 救我哥是我自己的事 只请你们给我让条道 可 放心 救出五团长 这个事绝对是寄我不救 但我们在这儿放哨一晚上了 谁也没看见啊 对对 没看见 没看见 兄弟们 谢了 走 走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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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神儿 你什么来了 我是来救你的 走 快走 快走 走 慢点慢点 这边 快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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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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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腐败的政党 你还值得为他们那么卖命吗 我看这样 你别走了 跟着我加入新四军吧 就像当时你跟我说的一样 萨儿 你也别劝我了 当初我劝你的时候 你是怎么回我的 可是 我 萨儿 你重于你的党 哥跟你一样 哥 咱俩不愧是一家人哪 跟我一样的去 行 我知道我也劝不服你 你走 我不拦你了 但是哥 能不能让弟弟送你最后一程 好 来 抓等我一下 哥 跟你说两句话 来 哥 哥 我大喜的日子你没赶上 你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我跟我媳妇 按在老家的礼数 应该给长辈磕了头 这婚才算结了 哥哥在上 是我弟弟跟弟媳妇一半 来 来来来 赶紧起来 赶紧起来 起来 看到你们俩终于成亲了 我这心里高兴啊 我武姓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萨儿啊 方姑娘可是个好姑娘 你要好好待她 千万别辜负了她 方姑娘 我这个弟弟啊 以后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先先告诉我 我来收拾她 好 哥 现在你得改口管我叫弟妹了 对对对 弟妹 弟妹 弟妹啊 我这个弟弟啊 是个驴脾气 你呢 要多担待 看在我的面子上 以后啊 他就交给你了 帮我好好照顾他 放心吧 哥 从今天开始 我十三 他就是我男人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昨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哥呢 本来给你们俩 都背了一份大礼 可是让这事一闹的 哥现在是两手空空 不过没关系 这账呢 先记着 以后啊 哥一定给你们补上 行了 哥 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 到那边 别忘了多给我少点信 你走了 三儿 走了 三儿 走 三儿 走 驾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 远赴重庆谈判 希望可以实现和平 民主的建国目标 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 国共双方达成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虽然我们跟国民党达成了协议 两党暂时没有了摩擦 但是我们仍需提防国民党 私下做的一些小动作 党中央和毛主席 刚刚发来了指示 在指示中毛主席强调 尽一切努力 粉碎国民党的各种进攻 仍是我们各解放区的 主要任务 并且要求各解放区 抓紧时间完成 练兵 减租 生产等 十项工作 以巩固我们解放区 以及我军的作战能力 并且反复强调 无论时局发展如何 我党需做持久打算 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团长 怎么了 师部下达的最新指示 最新命令 大夫 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你没毛病 放心吧 没毛病 不可能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两个月 看见什么我都恶心 我吃什么都想吐 还有啊 我都两个月没来那个傻了 方科长 你身体好着呢 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毛病 我呀 要恭喜你和武团长啦 恭喜我 对 你好好想想吧 什么意思啊 武团长 又来看方科长 他人呢 他在办公室呢 你进去吧 行了 谢谢啊 媳妇 你怎么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我刚接到市场命令 咱们全师奉命北上 咱们团作为断后 三天后出发 你作为随军家属 跟着我已经劈下来了 真的 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命令得没说呀 不过我估计呀 这回很有可能 是回咱河北老家 回河北老家 真的 太好了 我早就想家了 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行了 你赶紧收拾 三天后就出发了啊 咋了 情绪不高啊 你吧 或是 你是 你 让荒涛 来包裹 这伤口 让笑颜 快填满了 喉咙 已经忘了 翻越过 地七座 山头 只看见启齿高松 让炮火点亮了瞳孔 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与酒 最后一道火线 是你我的终点 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 生死之间没有人能再回